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讲解 几款比较实用的小型软件 对于大家 尤其是Windows电脑来说 是非常实用和有帮助的 大家以后可能都会用到 第一款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包放器 就是P开头的这个包放器 我打开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CMP的推键器 它这个包放器 它可以下载 可以下载MP4的 电影电视剧 也就是说可以边下边看 可以在电脑里面 边看边缓存 非常方便大家看 我这里面有电影 大家看有电影电视剧动漫 播放 大家看还有本地网络文件 下载 大家看大家如果在 片库里面点击 点击这个电影的话 它会自己进行下载 大家看 例如这个大红包 大家看 这里面 大家边看 它可以边看边下载 非常的方便 可以把这个下载的文件 储存在电脑 离线观看 或者是大家可以把这个MP4的 电影或者电视剧 动漫啊 储存在手机里面 在离线时观看 然后在手机没有网络时 再进行观看 就非常方便了 大家看动漫非常多 我随便点一下 这里面都可以 第一集第二集第一集 大家看第一集我点进去 大家看它正在下载 它会出现 除了缓冲之后 它播放 播放等一会儿它就进行下载了 大家看 它的下载速度 快看下面 下载速度三百八百多KB每秒 大家看 它都是在 大家看 它正在下载 这个软件非常实用 可以下载很多 那个有版权的 有版权的歌曲 大家看 而它这个下载的 下载的地址就在这里面 大家看 大家看 开始下载选中存项 停止下载 停止下载就可以了 点停止 然后点删除 停止下载 全部停止 然后点这个 打开下载选项 大家看 它会自动下载到指定的目录 它会自动下载到C盘 这个指定的目录 大家把这个NMP4的文件 大家看 打开把这个NMP4文件 放在手机里面 或者电脑里面 在出远门时 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就可以再点观看了 这是第一款软件 讲解到这里了 第二款软件 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平常非常使用 非常好用的就是 投屏软件 叫苹果手机 它只针对苹果手机 和苹果电脑 苹果手机 平板电脑 或者苹果电脑都可以 不过它这个是 它这款软件是 Windows电脑 它也可以使用 大家看 我点开一下 供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 它名字叫做 Itios 苹果录屏大师 苹果录屏大师 它该让你选择 请选择你的 iOS系统版本 大家选择 第二个就可以了 9 10 11 12 这个选项就可以了 不过13 14 它现在不支持 所以说 很多人不方便 它最高支持到12 大家看 点选择 它就可以把 在苹果手机里面的电影啊 电视 还有 微信啊什么的 投屏到Windows电脑里面 并且可以自在声音 所以非常方便 但是前提条件是 必须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必须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大家看这个 好 开始介绍第三款软件 第三款软件 就是班迪录屏 大家都知道吧 这款软件是非常经典的 Windows电脑录屏 录视频软件 录屏软件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大家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班迪录屏 班迪录屏 给大家做演示的 这个非常好用 还都是免费的 还都是免费的 还有这个 不过它这个班迪录屏里面 有MP4和AVI格式进行选择 AVI格式和MP4 只有这两种模式 还有个全屏录屏 还有个全屏 还有个全屏 还有个巨型录屏 分两种 不过大家用的 最多的还是全屏录制吧 全屏录制比较多 然后 第四款软件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 Windows电脑进行 电视直播的软件 可以看800多个台 黑鸟播放器 黑鸟电视直播播放器 也就是说咱们在 Windows电脑的情况下 可以看收费的电视转播 电视直播 大家看 大家进去之后 它选择 大家进去之后 选择在线 在线下面有个NETLIST 大家选择这个 选择最后一个 在线列表下面的最后一个 然后大家再选择这个 就该出现了很多央视台 央卫衣 央卫衣 当然还有很多国外的频道 大家一定要看看 还有很多国外的 那个频道 都可以在线看到 我给大家看啊 都可以看哪些台 央卫衣 大家看 可以看这么多台 大家看 我全屏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 这里面非常多 央卫衣的话 可以从央视一套 一下子看到央视十五套 十七套都可以 大家看 CCTV4啊 当然还有各个地方台 广东台啊 北京卫视 河南卫视 四川卫视 农林卫视 四川卫视 青海卫视 很多 西藏卫视 还有这些 还有这个卡通台 还有这几个卡通台 非常好看 大家看 这个是央卫一的 还有个央卫二的 央卫二的也是 重复的 它这个是重复的 大家看 也在CCTV1 到还有浙江台 湖南卫视 还有咪姑视频 大家都知道吧 咪姑视频 非常好看 还有足球联赛 足球联赛 还有教育频道 东方卫视 山东卫视 青海啊 还有农林卫视 很多 大家看 八百多个台呢 八百多个台 非常好玩 非常好看 当然这里面还有重头戏 就是其他频道 大家看 大家可以在大陆 可以非常高清的观看 香港凤凰卫视 还有CGTV 大家看 还有CGTV 这个中央电视台 这个频道 大家看 中央电视台 这个国外频道 还有香港卫视 凤凤卫视 大家看 凤凰卫视 大家看 凤凰卫视 这个凤凰卫视 香港卫视 大家看 这都是一些特殊的频道 当然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国外频道 大家看了 法国 美国 日本 法语都语 大家看 我给大家选择一个美国频道 美国CSBN 它就可以播放 CSBN 这个黑鸟播放器非常厉害 就可以看国外的频道 大家看 大家不用翻墙 不用VPN翻墙 就可以看了 这个是法国的 这个法语 当然还有日本的 大家看这个法语的 还有日本的 还有日本的 大家看 还有 大家不用翻墙 就可以 坐在家里 就可以看 看国外频道 国外电视频道 就是黑鸟播放器 大家看 还有这个 iQ iHoot 电竞 大家看 爱美食 还有后的爱美食系列 大家看 爱科幻 大家看 大家看 爱悬疑 大家看 非常丰富 行 黑鸟播放器 就介绍到这里 介绍 第五款软件 就是这个 第二款软件 就是设计恢复软件 大家看 就是设计恢复 就这个软件 就是设计恢复 也就是大家 如果 把那个 内存卡 把U盘 或者电脑里面的设计 给物删除的话 物删的话 物删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软件 进行免费恢复 然后 重要的设计文件 进行免费的恢复 还有教程的 大家非常方便 就是设计 内存卡 电脑U盘 或者磁盘 内存卡 什么 物删的话 大家都可以进行 通过这个软件 进行恢复 还都是免费的 非常好 那再给大家介绍 这个第六款 第六款就是IDM IDM 大家都知道吧 这款软件 就是下载利器 下载利器 IDM 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它下载速度非常快 大家看 就这个界面 就这个界面 大家看 就这个界面 这就是IDM IDM 大家可以点击新建项目 可以把 那个种子的连结 复制到这里面 就可以了 点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要 特别注意的是 点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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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选 点连结 点连结 配置 大家需要配置一下 然后把最大连结数 改为32 大家这个 大家看啊 从1 1 2 4 8 16 大家最好选择32 这个速度是非常高的 非常快的 大家选择32 然后点击确定 就可以了 然后再点击确定 就可以了 上面写的是 较高速率的连结 WiFi 等等这些 大家选择这个 大家选择 选择你的互联网接入方式 大家选择 较高速连结 局域网 局域网 选择最后一个 然后在最 默认最大连结数 选择32 再点击确定 就可以了 这款软件下载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 网络可以跑满所有的带宽 速度非常快 还都是免费的 这个是破解版的 大家不用再收费 不用再收费 好 今天的录制就到这里 好